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对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 针对非法移民的一步有争议的法律做出裁决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同意审理一家联邦上诉法院 禁止实施亚利桑那移民法中部分条款的裁决 亚利桑那州的这部法律要求警察在普通交通文章 逮捕和其他调查过程中 如果怀疑嫌疑人是非法移民 就要检查嫌疑人的移民身份 该法律还要求合法移民随身携带身份证件 否则可能面临30天的拘留 亚利桑那州州长简布鲁尔对最高法院决定 审理这部移民法的决定表示欢迎 他说非法移民是这个州的沉重负担